范冰冰最近事情挺多了,被爆料后,很久没发生了,各种传言不断,作为范冰冰的男朋友李晨,在范冰冰出世后,一直没有正面发生表态,这很不正常啊,李晨范冰冰就对。 对,自从恋爱后,不停的秀恩爱,出双入队,看房买房,连父母街都见了,范冰冰在某综艺节目的采访中,曾说过,李晨是自己的最后一个男朋友,有种非绝不佳的意思。 但,今日,范冰冰更新了动态,言语之间似乎在说和李晨的关系,这是要分的节奏,可能是对李晨之前的做法失望了吧? 娱乐圈借来时飞不断,和同事件,杨子分手,黄晓明的金融问题,圈里真是热啊。